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现在在整个中华民国来讲 经济成长率10.88 是24年来新高 那失业率4.29 是连续19个月下降 但是如果要算 是31个月来最低 等于将近快三年 最低的一个水准4.29 我们还要让4.29更降低 徐志摩先生讲的 他在心思里头讲 他说我中日灌溉墙威 却让悠然枯萎 就业率就职的比例 没有错 就如同那天院会 我们有一位首长讲的 在去年到现在 我们增加很多就业的工作 那现在是1074万 就业的人口 这的确是新高 可是我看失业还是很多 所以假如说 强威是就业的人口 那悠然就是失业的人口 我们要让悠然不枯萎 所以一定要做很多努力 我们现在到国外去 到外国去观光 有114个国家给我们免签证 这是三年来增加的61国 之前累积的60年 是53国给我们免签证 本来54 过去有一段时间 8年少了一国 变53 那马总统接任的时候 53国免签证 现在到达114国 外国来台湾的观光旅客 这三年也增加很多 97年是370几万 98年到439万 99年就去年到556万 今年我们目标是650万 现在大陆客也增加 国际观光客也增加 这一年多来 我们台湾 我跟大家报告 光游览车 多了1500多部新的车 就是投资在观光旅馆的投资 这一年半来 增加了1600亿 这些台中会受费很多 所以台中是一个 欣欣向荣的城市 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商业兴隆 就业不断的提升 失业不断的下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